突发消息 欢迎在此观看九零零新闻 现在是中国当地事件的2月7日 中国政府通报提到 中共中央决定任命吴清同志为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书记 免去议会满同志的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会委员党委书记职务 国务院决定任命吴清同志为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 免去议会满同志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会委员会主席职务 有关此任 上海知情人士提供评论提到 吴清 第一个 镇林间系统出身从未待过银行系统的主席 现在此任担任此职务可能对股市起到积极作用 北京消息者是提到 议会满被免职可能触犯了金融市场大忌 可能导致外部投资者彻底失望中国的 资本市场具体原因是一个投资传闻 这个传闻的资讯显示 上周中国的股市出现大幅度下跌 从而导致大量股民到外国使馆官方微博留言 这些留言冲了对国家金融管理的失望 同时表达了对最高领导者搞经济的无能力 为了应对这样的悲观投资氛围 中国的证券监管机构向各大投资机构下打禁止 卖出股票的行政命令 同时在官方网站2月5日通报提到 某违法团伙控制100一个证券账户超动某股票 利用连续拉抬对导交易等手法影响股价 其后又刺激清仓式砸盘出货 导致各股价格盘中闪崩 连续跌停 累计卖出27亿元 非法获利约1.3亿元 某投资机构实控人通过打压股价、低位、吸筹、连续拉抬等手法 操纵21只股票价格 导致各股价格快速波动 甚至日内出现天地板等极端行情 从中交易为非法获利1.4亿元 某违法分子利用资金游戏动用数亿元 在期货交易所 众多期货产品频繁虚假 报单制造交易假象 诱骗其他投资者 并借机卖出获利4千亿元 证监会坚持对影响股市稳定运行 损害投资者合法潜意的违法行为 快速反应 间接查处 会透公安机关迅速开展收网行动 严肃依法追责 操纵市场恶意做空 严重轻视老百姓的钱袋子 已经占到了前提股民的对立面 扰乱股市健康稳定疫情的正常节奏 证监会将保持零容然 高压态势 坚决 重钱打击 让胆敢违法操纵 恶意做空者 倾家荡产 老底坐穿 在此 警示 莫要以绅士法 火中起诉 其实 这就是对投资者的恐吓的行为 在金融市场如果不能因应市场做出买卖回应 投资者就不能赚钱 就无法回馈投资机构的股东 这样投资机构就要面临一系列严重的问题 中国证券交易所的行为 无疑是在抢劫投资机构 还要投资机构不准报警 有关禁止卖出股票的资讯 在社交平台有许多这样的贴子 这些有关 吴清 中国的网络资金显示 吴清 南 安徽 盟主 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治人物 中国共产党党员 研究生学历 经济学博士 承认上海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 党组副书记 中共上海市市委副书记 政法委书记 现任 中国政监会党委书记 主席中共第二十件 中央候补委员